欢迎收看3月28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清禾国小举办儿童节庆祝活动 各项体验游戏与气垫游具 让孩子们嗨翻天 清潭富幼绵羊班参加新北幼幼欢乐多余影音秀活动 在网络票选过程中逆转胜 举办庆功宴感谢各界帮忙 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宣布 从7月底将扩大身心障碍者的爱心幼幼卡使用范围 除了可搭公车也能够搭双北捷运 更新医院在央北社宅开办更新诊所 不仅有多种科别也构置精密仪器 提供民众完善的医疗服务 今天的健康1.0单元一起来认识慢性咳嗽 为了让学生有一个难忘的儿童节 新和国小家长会与校方共同筹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 除了有二手市集 气垫游乐设施 还有各项闯关游戏 让孩子们可以尽情的玩乐学习 为了让学生有一个难忘的儿童节 新和国小与家长会共同筹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 除了有学生带来精彩的表演 最受喜爱的就是这个二手市集 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三本童书只要十块钱 还有文具赠品可以拿 新和国小家长会会长陈胜宏表示 前两年因为疫情影响 学生都无法好好过儿童节 因此今年的儿童节一定让孩子们海翻天 我们也号召了全校所有的孩子们跟家长 一起来捐出家里面多余的物资 然后但是是适合小朋友的 除了首市集 新和国小家长会也赞助设置两座气垫游乐设施 让全校的学生可以尽情玩乐 小朋友不不及待的刘滑梯 蹦蹦跳跳相当开心 我最希望参加的是这个气垫刘滑梯的活动 因为这是在我们六年级 我们快要毕业了 最后一年才有这个活动 我很想去体验一下 新和国小今年的儿童节庆祝活动 除了有好玩有趣的 另外也规划多项深具教育意义的体验游戏 像是与中华民国房地教育学会合办的路上 急救CPR教学 以及结合生态环境教育的游戏 多元丰富的活动内容 希望让小朋友在玩乐之余 也可以有满满的收获 除了快乐以外 我们今天当然安排了 有游戏的 有闯关的 有才艺的 等等相当的丰富 我们的闯关其实也不是纯粹游戏 我们都是结合各项的议题 有反毒议题 有环保议题 以及防灾的议题 小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参与 一整天的活动 小朋友不仅可以玩得尽兴 还有上下课翻转 享受更多游玩的时间 留下深刻的回忆 记者生们 其心电采访报道 清潭国小附设幼儿园绵羊班 参加新北幼幼欢乐多余影音秀活动 在网路票选过程中 师生和家长们一同努力拉票 终于在最后一刻逆转胜 以7782票获得了人气票选第一名 所以特别举办了庆功宴 感谢每一位帮忙按赞的朋友 开心地准备了许多点心 清潭国小附设幼儿园绵羊班 充满了欢乐气氛 不论是家长还是小朋友 大家齐聚一堂 庆祝绵羊班 在新北幼幼欢乐多余影音秀中 以7782票获得闽南鱼组人气票选第一名 说起网路票选过程 不论是老师还是家长 心情都很激动 不仅家长们发动了身边亲朋好友投票 老师还带着孩子走出校园 向社区邻里店家拉票 让一直作恶忘义的他们 就在投票结束的最后一天 出现了逆转胜 小孩就说 不然我们去找更多人来按好了 然后我们就讨论 那怎么样可以有更多人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不然我们就走出去学校 然后去找里长 林长 然后甚至去找社区的大家 一起来帮忙 对 然后后来就是 他们也很卖力的跳还是做小卡 就感动了很多人 就准备了那个小卡连结的那个 然后就走出去校园外面 那我就觉得说 小朋友 每一个小朋友应该是都在 这一段过程当中 学习到了很多事情这样子 然后我也觉得 作为家长可以很开心 可以跟他们一起努力 清潭富佑美养班 以骑梯北作品参赛 以心灰开闽南语歌曲改编 把孩子积极学习 骑脚踏车的经历 融入在歌词当中 班上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孩子 借由这次的比赛 一同开口唱闽南语 让孩子获得了多元的学习经验 我们班就是上学期 我们在练习骑两轮脚踏车 然后他们非常的有兴致 也非常喜欢 然后后来就想说 那不如我们就来改编 这首脚踏车 然后骑梯北 然后用心灰开这首歌 然后把它改编成他们的 就是骑脚踏车练的过程 比如说希望你来扶我 骑脚踹踹踹 然后我就会骑得很快 不会太天啊这些 然后就把这些生动的 他们的过程 把它融入在歌词里 清潭富佑美养班 在清宫宴当中 也特地邀请了美坛里里长 简明峰到场 感谢里长得志了活动之后 义不容辞地展开拉票 班老师张善珍表示 这次的票选活动 让孩子知道了全力以赴 永不放弃的重要 同时也希望他们懂得感恩 所以带着孩子做地瓜球 送感谢状给每一个 帮助他们的人 为了一件事情全力以赴 然后你秉持了不放弃的精神 然后最后还是可以成功逆转胜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觉得 带给小孩 比人气奖第一名更宝贵的一刻 那当然这也让我们学习到 就是说其实真的很感谢大家 因为人气奖第一名 顾名思义就是很多人按赞 很多人帮忙 所以其实也带他们去做了很多感恩的事情 清涵国小附设幼儿园主任郭廷军表示 非常感谢老师们带领着小朋友 完成了这次的参赛活动 也感谢学校团队和家长们的支持 同时再次感恩每一个为他们按赞的朋友 这次的活动经验 都让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自今年7月底将扩大身心障碍者的 爱心悠悠卡使用范围 每日每月可享用480点 除了原本可以搭乘的北北机公车 还可以搭乘双北捷运 预估将有17万多名的身心障碍朋友收回 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出席 富康巴士捐赠仪式时 正式宣布新北市从今年7月底将扩大身心障碍者的 爱心悠悠卡使用范围 每日每月480点 除了原本可以搭乘北北机公车 加码纳入双北市捷运 估计新北市政府每年增加8000万元的经费支出 将有17万多名的身心障碍者收回 从今年的7月底开始 只有爱心悠悠卡的身心障碍好朋友们 除了公司以外还可以搭双比的捷运 来减少他们的费单 虽然每年增加8000万 但是对他们来讲 不如给他们一个支持的力量多一点 中华关爱身障者协会理事长陈清奇表示 身障者最大的问题就是行 要能够走出去才能够就学就医就养 感谢新北市政府在万务起长之下 增加身障者的福利 让身障朋友外出更方便 在十一住行上面 对身障朋友来说 行是最大的问题 当我们内部跨不出去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谈的 但是当你们解决了我们行的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就医就学就业 那就可以减轻非常多家庭里的负担 新北市社会局表示 辖内身心障碍朋友约有17万多人 需要更多的资源去照顾 除了提供富康巴士供身心障碍者乘坐外 也努力的争取更多不同种类的运输服务 让身心障碍者可以得到全方位的服务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面对人口高龄化趋势 更新医院配合新北市政府 社区医疗在地健康的理念 在央北社宅设立了更新诊所 规划了加一 小额 泌尿 骨科 附件等多种科别 同时购置了超音波 S光机 心电图等仪器 让社区民众在基层诊所 就可以接受医院级的服务 同时也兼顾高龄者的看诊需求 为在新店央北青年社会住宅的更新诊所 由天主教更新医院医疗团队进驻 虽然是基层诊所 却设置了多种科别 包括了嘉一科 小儿科 泌尿科 附件科 骨科 心脏内科等等 提供各年龄层看诊需求 近年来因为老年的情况越来越多 然后加上我们同时也有日照拖劳的服务 所以有加入了骨科 附件科等等 这种可以服务老人族群的相关科 然后另外又加上泌尿科 因为男生年纪大了之后 多少都有些泌尿科相关的问题 所以目前大概有这些初步的科别 此外诊所也设置有超音波 X光机 心电图等较机密仪器 让看诊民众除了基本的医疗 也能够接受进一步的检验 获得妥善的医疗照顾 我们这边除了引进新的X光机之外 另外还有抽血跟音料的检验壳服务 那再加上我们又有新购入一台超音波机 然后还有整个药局都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其实这个规模几乎是等于 一家小型的医院 几乎是在诊所的范畴里面 很少看到有这么多额外的检查设备 五国推动分级医疗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 绕是希望让医学中心等大型医院 可以专注照顾及重症病患 鼓励民众有病先到地区医院或诊所就医 有需求再转诊到其他院所 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减少奔波医院的时间 也大幅降低看诊费用 几大医院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看诊时间比较长 那随着健保制度的调整 之后在比较大的包含医疗中心 或者是区医院可能部分负担的费用会调涨 那在诊所的话可以用比较少的看诊时间 然后几乎等同于医院的医疗品质 台湾人口老化快速 高龄医疗需求也大增 因此更新诊所特别开设了复检科 骨科 蜜料科等科别 安排专科医食看诊 另外还规划了复检中心 让社区老人家可以就近接受服务 同时更期盼未来阳北地区居民大量增加之后 能够肩负起社区居民的招呼工作 有效发挥基层诊所功能 提供完善且贴心招呼 记者声明这门奇 新店财宝报导 广告后是健康1.0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兴电网络搭配Wi-Fi 6 不但提升传输速度及上传功能 更减少无线干扰 进阶提升Wi-Fi覆盖范围 让您在家办公 线上学习更宽广自在 申办大兴电网络500Mai 免费升级Wi-Fi 6 及借用Mesh Wi-Fi 相信请下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Channel 3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咳嗽是一种身体正常的保护机制 不过如果酒咳不郁就要小心咯 或许这就是慢性咳嗽所造成的 究竟哪些症状算是慢性咳嗽 哪些原因会导致慢性咳嗽呢 又该如何治疗呢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健康1.0 一起来了解 你好 我是根性医院的胸腔内科 组织医师 黄超明医师 我今天要讲的议题是慢性咳嗽 咳嗽本来就是我们身体的 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因为咳嗽的时候 我们呼吸道里面如果受到刺激的时候 我们咳嗽可以帮呼吸道里面的痰或者是义务 可以把它清除掉 也是一个自我防卫的功能 咳嗽是有时候蛮懊恼的 因为有些人就是一直咳嗽 咳嗽到整晚没办法睡觉的时候 我也影响到白天的日常生活了 所以一般咳嗽我们要找出原因来一定要治疗 咳嗽的话就是我们有分急性亚急性跟慢性咳嗽 特别要注意的是慢性咳嗽 慢性咳嗽的定义就是说咳嗽三个礼拜以上 一直持续没有改善的叫做慢性咳嗽 慢性咳嗽背后的话就是代表比较复杀的健康问题 因为一般咳嗽原因要找出来 对症下药才可以治疗 原因的话是很多 就是比如说非呼吸道的原因就是 包括胃食道逆流 加上另外一个是肾脏衰竭 肾脏衰竭 肺脊髓脊 这些会影响到也会咳嗽 呼吸道部分是只是鼻涕倒流 气床还有慢性气管炎 还有其他气管扩张症 气床加上肺肿瘤 这里面比较可怕 比较危险的是肺部肿瘤 另外或者是肺癌 因为肺白的话是很重要 为什么肺癌就是一直持续 每年都是在增加的走势 然后肺癌本身就是 如果发现的话大部分就是比较晚期 大部分只有四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早期能够诊断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肺癌的死亡率是蛮高的 一般它的那个我国里面 在台湾里面 肺癌的话死亡率就是脏那个 如果男生的话脏第二 如果女生的话是脏第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肺癌部分 诊断部分是胸部X1的话 它有一些死角 就是没办法完全诊断出来 目前有一个新衣叫做新的仪器的 叫做那个低级量的电脑断层 它腐射低 也是那个另外加上可以 比较小的那个肺部走流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到一般我们那个 如果慢性咳嗽的话 不要那个 忽视 就是一定要那个找出原因来 那个去早期治疗 早期诊断 然后那个这样才会存活力增加 接着来看宝贝奥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现在申办大新店欧印套餐 有限电视加光纤上网加高画质套餐 一次享有 特惠免费升级智慧机上盒 速洽2917 3939 最大串流平台Disney Plus 透过多功能数位机上盒就可以观看 限时优惠中 欢迎电洽2917 3939 使用燃气热水器及瓦斯炉等炉具 应注意保持场所通风 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保障居家安全 新店区公所关心您 111年家庭收支调查 自12月1日起开始办理 访查项目包括家庭收入 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 敬请支持配合 机车出厂满5年 需每年实施排气定检 预期为检或检验不合格 罚新台币500-3000元 最终将注销牌照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